台湘县一项是国内热门的观光圣地 而县福统计去年一整年总旅游人数达到870万人次 比2022年成长了7.34% 而被网友批评最废的景点水网上流 其实还是有15万多人次哦 而春节七天的连续假期来临 各个风景区也准备好了要来迎接观光人潮 春节七天连续假期来临 各个风景区正准备迎接观光人潮 今天受地震影响封闭的东海岸三仙台八拱桥 也已在2月5号春节前有条件开放 做有条件的开放 那也是经过台湾省结构技师工会的建议 那也同时考量游客会有落桥的一个危险 所以我们会是以实际风力来作为开放的一个标准 那在这里也呼吁各位游客也要 登桥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那我们也会根据气象鼠的风力的预报 还有现场的风力的状况 我们会做预警性的封闭 计算它最初的一个结构强度 那我们都发现现场没有侧位变形 或者是一个倾斜 倾斜位移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我们在公会的建议之下 可以进行一个有条件的一个开放 台湾的旅游人潮已假日最多 根据县府统计全线20多个风景区 去年总游客人数超过800万人次 比前一年成长约7.34% 而最热门的是重谷地区 加起来超过200万人次 其中网友批评最废景点的水网上流 也有15万人次 并不算是最差的 而最热门的则是东海岸水族生态研究馆 我们在重谷地区 就是观山之上 这边有很美的就是稻田的景观 所以游客人自然就是也是不会少 然后我们在这个路易高台这边呢 也有办理热气球最美星空的活动 那我们在日本地区呢 也有办日本光季还有温泉季 这都会带来许多的游客人次 而且我们在南回这边 也有办理艺术季 也会有许多民众来这边拍照打卡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游客人 是比前一个年度来的更多的原因 由于贫通肯定去年受到风筝影响 还没有全面复原 可能有更多游客会转向东部 预计今年台东春节的旅游人潮 会因此再增加 而目前台东饭店业者统计 七天春节假期 出二和出三几乎定房客慢 节换最综合报道